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Apps Gaga,我是魏惟 今天要幫大家介紹一款做音樂的軟體 叫做Groovebox 這個就是Groovebox 我把它打開來 這個是我之前做好的音樂 那如果要開個新的音樂 一打開這個App的話 我們可以按這邊 按這個地方 就可以加入一個新的Project New Project在這邊 加入一個新的Project 加入一個新的Project之後 也許你一打開這個App 看到的是空空白白的 什麼都沒有的一個畫面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按這個下面這個加號 按加號 它可以讓你選擇 有三種主要的樂器 一種是打鼓的鼓機 一種是Bass 低音 一種是合成器 這樣子 那我就先來加入鼓機 一個Drum Box 那這邊它會讓你 聽一下這個預設的鼓機的音效是什麼 你可以選各種不同的風格 比方說我想要House的音樂 我就按這邊 如果我想要電子跳舞的音樂 EDM Electrical Dance Music的話 就可以選這個 如果想要做Hip-Hop的音樂的話 就可以選這個 如果想要做比較老的音樂 叫Ritual Beat 就可以選這個 這邊有好多可以選的 那你也可以 這樣這邊手從這邊這樣滑過去 你可以選不同的這個鼓機 這邊可以免費下載新的鼓的聲音 那我就不下載了 就這樣滑過來 原來這邊 比方說我想要做一個 House的音樂 那我就按這個 House Eternal 在這個 House的音樂之下 你可以預設聽這個鼓聲的聲音 如果覺得這個聲音不好聽的話 你可以按這邊 這個骰子這邊 按這邊就可以用同樣的音色 做出不同的鼓聲 你看 是同樣的音色 可是有不同的感覺 打鼓的這個感覺不一樣 你就可以聽一個 你想要的這個鼓聲 所以我再按一次 這邊 我完全不用自己打鼓 我也不會打鼓的話 也沒有關係 就直接按這個就好了 這個太單調了 那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那我覺得聽到還不錯的鼓聲以後 你就按這個 這樣你就有鼓聲了 接下來我們來加入 BASS 按這邊加號就可以加入BASS 什麼時候你想要加入新的聲音 就按加號就好了 超簡單的吧 按這個加號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加入低音 加入BASS 就按這個RITUAL BASS 我完全不懂怎麼彈BASS 不過我會按按鈕 按按鍵就好了 比方說按這邊 再按這個 選一個你喜歡的BASS 比方說我現在喜歡這個BASS 可是我覺得它彈得不太好 所以我就按這邊 看能不能用同樣的音色 彈出不一樣的感覺 按這個 下一次 好 這個還不錯 那我就決定 用這樣的一個BASS 用這樣的一個 補聲 按LOAD 就好了 就可以把這個BASS LOAD進來 這樣我就有一個補聲 一個BASS 有一個基本的 音樂的一個節奏 那我們就來加入一點高音 加入一點合成器 要按哪邊呢 這個很清楚了 就按加號 什麼東西都不用學 也不用會彈音樂 也不用會彈琴 你就只會按按鈕 按加號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加入這個POLY8 這個合成器 也是一樣 做法都是一樣 選一個你喜歡的音色 就是按這個 好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那我就把它LOAD進來 按LOAD 這樣你就有三個音色 就有基本的一個 鼓的PATTERN 有時候我覺得 你想要自己彈 它彈得不好 你可以按這邊 這樣可以進入更多的設定 到這邊的設定也可以自己彈 或者是按這邊 這邊這個 可以倒一個叫 我們叫做Piano Roll 這就是它彈的音色 可以自己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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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彈成我自己的音色 可以彈成我自己的音色 可以彈成我自己的音色 也要說我這邊不要 可以彈成我自己的音色 或者鼓声也是一样 如果他打的鼓不好的话 你可以加入自己的鼓 按这边可以录音 这样就录进去了 不过这个都是比较后期的后置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做 也不要后置 就直接按按钮就好了 什么时候要加入新的音色 就按加号 选一个你喜欢的音色 你可以调这个音乐的key 然后说现在是C大调 我可以让他转调 转调转成E 或者G 或者是 我可以调整他的节奏 和他的速度 比如说按Tempo 这边可以调他的速度 比如说他要快一点 或者慢一点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他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音乐输出 比如说按这个 Export就可以输出 可以输出 成一个音乐 一个mix 一个小小的mix 或者可以输到给你的Aptom Live 然后继续后置下去 我们来把它输出 可以输出 看多少个bar 或者是自动 或者可以调 要输出成 wave档 或者AAC档 我就选成wave档 然后就输出 这样就可以送到你的dropbox 或送到你的iCloud 都可以 或者直接 传到你的电脑里面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软体 叫做groupbox 完全不会音乐 也可以做出 你自己的跳舞的舞曲 我们下次见